COL.2 字幕,Sk8 Hello,大家好,我是寶靈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經放下這一賽季的暗類伞 等待下一個賽季的來歷 包括我都已經在期待下一個賽季 我認為賽季開荒是最好玩的階段 反正都要來做影片 這一次就來個瘦魔獵人賽季單人開荒完整攻略吧 賽季一開始,一定要先建立一個角色 接下來要去完成當週的挑戰祕境 賽季當週的挑戰祕境可千萬不要提早完成 先把寵物、翅膀選好,選擇大師難度,開始冒險模式 一開始先把挑戰祕境寶箱開了 你會有金幣510萬、475血緣、35個死亡氣息 以及15份魔盒材料 然後將巫女的武器給聖堂騎士 自己拿盜賊的武器 升級鐵匠跟聖域師 你要在這時候賭護腕或是等拿到魔盒後再賭都可以 先去打王 這時候打王的目的不是為了裝備 現在只有一級,打裝備倒不如直接買,還比較快 這個目的是為了快速3到3級 大師難度還是很容易的 準備去拿魔盒 調整難度到普通 目前是3級,預計拿完魔盒差不多會到9級 所以要在這裡 要不要再拿到魔盒 就要用來 這個目的無法 打扮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打扮 這時候,升級匕首萃取還太早,刀扇至少要14級 取得魔盒之後,就要開始準備升級的方向 DH快速升級的策略有3種 第一種是純雜刀 第二種是加尼之鋒加三刀劍帶 第三種是賭到刀扇匕首 1-9級能賭到的東西都一樣 單人升級有用的東西就只有這幾個 賭到成名國晚之後,先保留血緣 說比你運氣不好,匕首升級出了加尼 還得賭3刀劍帶 接下來就是緊張的時刻了 記得先洗手 到鐵匠那邊去製作一把70級的匕首 是非洲人還是歐洲人,就看這一把了 如果運氣不好升級到加尼之鋒 那麼你只能先雜刀升級到31級 再賭3刀劍帶 31級可能出現的劍帶有4種 機會不大,就看你的人品 如果你跟我一樣賭不到 那也沒關係 單人雜刀升級參考一下 雖然無聊了點 但是兩個半小時內還是可以升到70級 開始前先將房間難度調整到苦痛6 一開始先到第二張買裝備換裝 這裏商人距離最近,最方便 都選擇可以增加堅韌的裝備 510萬金幣絕對夠用 不用怕買錯,但是不能隨便亂買 記得一定要帶盾,武器選單手弩 必備技能有,釘爪刺,藤藥,敘事待發 37級前,我偏好負影彈跟戰輪的組合 先傳送到苦痛行動第二層 一路往左邊方向跑 大約9層的機率都可以看到通往第一層的通道 跑法的前提需要冷靜 跑法的前提需要冷靜 假裝你是一條蛇,彎彎曲曲前景 被攔阻的話就藤藥翻過去 到達第一層,砸到就在不遠的地方 慢慢引怪 赴影彈控制怪的速度 再砸到下方,放釘爪刺 順利的化身個2、3級,很正常 沿逼的衣服 去車都會用來 衝門 爪石 並造成 馬屁 我會用附錘彈加上掃射 跟之前的打法比較起來,跑得更快,更靈活,也更容易維持零殺 使用閘刀升級的好處是,成本低,只需要萃取護腕 每隔8級,到第二章買裝備換裝提升堅韌就可以 不會有材料不足的問題,兩個半小時內應該可以升到70級 雜刀升級也是有缺點,最大缺點是這樣升級很無聊 另外一個是需要練習 一開始玩雜刀,一定會連躺,躺到懷疑手殘 多練習幾次,收斂之後就很順 假如真的讓你賭到3刀箭袋 這時候就可以採用3刀升級的策略 先萃取加尼,裝備箭袋 我當時沒有更換武器,目的是為了試試看單手弩能不能打 四川必選 武器建議到鐵箱那裏製作一把單手鎚 跟商人買幾件裝備更換 使用單手鎚配合副鎚彈引怪 被動同樣是需要調整 一般來說可以先從苦痛3打起 我這次展示,也沒有換裝備武器,直接踢入開打 每一場離開前先調低難度 選一個可以快速到達的懸賞Boss 打完開箱減裝備寶石 直到40級之後,打造降等單手鎚 可以多做一兩把,選擇一把 優先選擇主屬性有擊回 副屬性有擊中效果 這樣降等的武器會最高 當可以使用降等武器時 先開一場苦痛式的小蜜 解賽季任務順便換裝 這場講究的是快速通關 感覺速度不夠快,就降低難度 後續就一直刷苦痛勤勞23層 耐心保持連殺 這樣一直循環直到60級 60級的時候找鐵匠 打造所有身上的裝備 戒指護身符找商人買 後續你要繼續刷苦痛勤勞 或是去砸刀升級,都可以 假設,升級後是刀扇匕首 運氣這麼好,先鼓掌慶祝一下 那就萃取匕首,然後到鐵匠那裏製作一把單手錘 跟商人買幾件裝備更換 你就可以直接苦痛2開始打 打法上當然是拼連殺 技能上選副錘彈引怪 飛舞刀刃收怪 藤要跑圈 蓄勢待發補充戒律 其他隨意,看你喜歡哪一個 被動式需要調整 手法很簡單,選擇苦痛勤勞2、3層 一路先覆錘彈引怪 40躲避傷害 一發刀扇收一波 再引,再藤藥 這樣反覆直到40級 取到降等武器,打完小祕之後 還是一樣的打法直到60級換裝 跟三刀一樣,還沒到60級之前 換裝就靠降低難度後 快速打懸賞Boss 開寶箱 換裝備跟屯寶石 這樣的升級策略大約2小時可以到70級 以上就是賽季開始時 獸魔獵人快速升級70的策略跟打法 基本上,不論運氣好與壞 兩個半小時應該都可以順利完成 下個賽季,如果你打算先發DH 可以先將這部影片存起來 等到賽季開始前,再拿出來看一看 後續我還會出其他職業的賽季升70攻略 歡迎再來觀賞 請記得按讚跟訂閱 我們下部影片再會